12月中旬 2011年度性与性别事件评点三方会谈 在北京西藏大厦举行 本次三方会谈成员由当事人、专家以及媒体记者组成 总共点评了11件关于性、性别以及性别权利的社会事件 李扬家暴事件的当事人 李扬的妻子Kim 社会学家李银河老师 以及性与性别专家方刚老师等出席了会议并进行了点评 以下是现场的一些精彩发言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评点 今年的评点工作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北大教授案 就在我年轻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弹性色变的那样一个年代 我跟他说你只有你做了一个成功的人 你才是一个成功的概率 其实他们那守真教育我觉得就有点反性教育 一方面现在剩下两个阵营 一个是主张性教育的 一个是主张反性教育的 不要把多性办跟艾滋病连在一起 多性办跟艾滋病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在艾滋病这个问题上 这个中国我最近在搞这个新中国性史 我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就是咱们总是要把艾滋病跟道德连在一起 在1986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 从85年开始就报道西方现在出了一种世纪这个疾病啊 非常恐怖的 然后呢当时给的劝告啊 当时有那么比如说他要列七八条 劝告第一条不要搞同性恋 要有这个观念就是不是 这个同性恋不是道德问题 多性办也不是道德问题 我们要解决艾滋病的问题 是要倡导安全的性行为 but I failed with my husband so I just stick to that we don't hate that we hate that action we don't hate each other as sisters we don't use violence so this is my way I don't know if it's right it's just what we're doing 男人他的自我不会受到尊重 然后女人呢 把他的安全感全部投射到男人身上 他觉得男人要为他的某些东西负起责任 可是我觉得性工作者面临最大的问题是 我用一句话来概括 这句话我要打个引号 用他们自身的语气来说话 我们如何求助于打击我们的力量 我是同志 我骄傲 我就不能理解 我说我是同志 我坦然 我是同志 一般人 可以理解 为什么不能骄傲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骄傲 而且 为什么在你们不说骄傲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说骄傲 今年的11个事件 打破了原来点评时数量的限制 旨在更多的反映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性与性别世界 或许类似的点评会遭受到一些社会中保守力量的勾病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未来会以催枯拉朽的力量更加推进性别权力的发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